这是我第三个关于总统这次生病的一个视频 其实不大想做了 可是好多人都在问我 总统是不是得到了特殊的照顾 如果说我们普通大众如果得了这个病 是不是可以得到差不多的 或者说一样的照顾 或者一样的用药 当然了 他的身份摆在那边 大家肯定要知道 这个身份在那边 他的很多地方是很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大众 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 可是在大部分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还是可以很接近的 那么我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先看一看 这是他住的一个房间 总统套房 在美国普通的医院 因为这是一个海军医院来的 他里面可能要经常住一些官员 他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设施 可是在我们的普通的医院里面 是没有所谓的总统套房的 任何一个人到我们这个医院里面来 我们的医院不能算很好 也不能换最差 在美国大概排行第六 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 经常也有名流 有议员 有电影演员 诸如此类的来 到了我们医院里面之后 我们是会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怎么样处理 第一他们的名字被涵盖住了 如果你们单单去找 从我们的病例上面找这个人 是找不到了 他们在电脑上处理过了 第二 如果说任何医务人员 任何人要进入他们的病例的话 需要过一个特殊的程序 才能进去 如果没有必要 是不允许你们查看他的病例的 第三个 在他的病房外面 或者说在走道上面 会有一个保安 以防止那些无关紧要的人 去打扰他们的休息 或者治疗 或者说是闯进去 这是一般来说 一般名流 住到我们医院里面来 我们是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当然我们是绝对是没有 这样的一个房间 专门供他们使用的 在我们医院里面 唯一有一个房间这么大 这么漂亮的是什么呢 产房 产房是这么漂亮 是这么大的 这个我很看 那么一般的病房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我们的医院的一个照片 这是我们医院新造的 一个儿科医院里面的一个病房 这个病房造比较 二零一几年的时候造的吧 所以说还是比较新 也相对说比较大 其实你进去 也并没有这么这么大 我觉得是个色影的问题 可是总的来说 环境还是单能病房来的 一般在美国 如果你去医院里面住院 你没有总统到房 可是你会有单能房 单能房的大小 根据每个医院的设计不一样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进入了重症病房 会大好多 设备会更加不同一点 可是美国基本的趋向于 所有的病人都要住单能病房 为什么呢 第一它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 就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 第二就是病人的隐私 这样子大家不知道到底是住在里面 第三个是病人的心理的问题 因为病人有轻重 如果说隔壁那个病床 那个病人一下子病情加重了 对另外一个病人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 所以分开相对来说 大家会好一点 这是美国的一个目标 是100%的单能病房 所以说我们没有总统这么好 可是也不会差到五六个人 或者说十几个人 几个病房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那么医疗团队 那么最佳是说 总统有非常强的一个医疗团队 对总统有13个人的医疗团队 它里面有七个医生 七个医生 其中一个是John Hopkins里面调过去的一个医生 两个是传染科的医生 另外一个是一个 是麻醉师的医生 这个七个医生 另外那里面有一个药剂师 另外有五个护士 当然这个不是13个人永远 每时每刻盯在重统旁边 只是他们会诊以后 提出方案 有这13个人进行讨论 然后提出一个治疗方案 并不是说这个13个人 单一的为这个总统服务 而是这13个人 他们也有其他的病人的 除了这几个护士 护士可能和总统是一对一的 每时都有一个护士在 这是肯定的 其他的医生我觉得不会 包括药剂师 那么我们如果病人到了我们的医院 那么我们是会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医疗团队 每一个医疗团队 我们大概照顾10到20个病人 要看病情的那个严重程度 或者病人的那个塑料 我们一个团队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个团队里面会有四个医生 这四个医生里面包括 一个是attending attending就是个主任医生 这个是比较资格比较老的 他是最后敲板的一个医生 然后呢 他有三个实习医生 那么我要解释一下 美国的实习医生叫resident resident实习医生 他们是医生来的 他们不是学生 他们已经拿到了医生执照 或者说已经读完了医科大学 拿到了医科博士学位 可是他们上手 就是手上的功夫还不行 所以说呢 他们要跟着一些老医生 进行实习一下 所以他们实习医生 其实是医生来的 他们有处方权 有所有的权利 只是在我们医院里面 跟着一些老医生学而已 一般这情况下 我们会有三个这样的resident 一个是第三年的 因为这个resident实习一般是 美国是实习三年 所以最高的一个应该是R3 就是说第三年的实习医生 然后呢 有两个呢 是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的 然后呢 这个团队里面呢 会有一个药剂师 药剂师呢 最主要是像这个一样 给药物上的一些建议 然后会有五个护士 这个五个护士里面呢 三个护士三班倒 就是每一班会有一个护士 然后呢 另外两位呢 一个呢 是叫Nurse Practitioner 他们呢 是一个 我们叫那个 护士的执行长吧 执行者 他也有一定的处方权 最主要呢 是医生和护士 之间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个护士长的情况 所以五个护士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医院 是一个教学医院 所以呢 它里面会有一两个学生 有可能是医生学生 也有可能是药剂师学生 也有可能是护士学生 都有可能 一般是会一两个 这他们这些人呢 是完全来学习的 没有毕业的 如果说 举个例子说 像 像川普一样 如果川普总统 到我们医院里面来了 我们 他是废科 我们去废科 这个团队是废科的团队 因为他每一个团队 他们都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 专业吧 专长吧 如果川普总统来的话 他保证是废科专长 如果这个废科专长 看到后来就说 我们 有一些问题了 举个例子说 这个病人一下子浑身疼痛 我们用了什么止痛药都不行 那么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 另外一个团队 那个团队是专门看什么 看疼痛的 让这个团队过来会诊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那么其他团队 他们就不要求了 这个总统的13人的团队 也看 你们也看到了 他最主要是肺科和传染科 像那个心脏科啊 其他科的都没有了 因为不需要 像我们这普通病人也是一样 他有一个主要病症 那么我们要这个团队 主要团队 是看那个主要病症的 如果有其他的症状 那么呢 我们要其他的团队 一起来会诊 那么护士和病人的比例 我刚才就说了 他有三班导 一对一的 照顾那个总统 那个呢 和重症病房差不多 重症病房呢 法律规定重症病房里面的护士和病人的比例 24小时是一对一的 一个病人 一个护士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到了普通病房 这个就是总统和我们之间区别了 因为总统这个症状 没有达到重症病房的要求 他还是一对一的 可是我们普通人到了医院里面来的情况 护士和病人 普通病房是一对五 或者一对六 每个医院有略微有点点不一样 一对五一对六 这种情况之下呢 因为是普通病房嘛 病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不是很多 所以是他们这样要求 但是呢 在普通病房呢 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呢 叫CNA 就是说护士助理 护士助理呢 最主要是在护士忙不过来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六个病人 一下子有两三个有问题的话 他可能忙不过来 所以呢 他有个护士助理 护士助理呢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可以帮病人洗澡 带病人去洗手间 带病人在走廊上散步 住如此类的 但是呢 他没有量体温啊 这些都可以 可是他没有给药的资格 就药物 他不允许 一定要护士 才给病人的药物资格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和总统 医疗上面的一些区别 基本上 大部分的东西 应该是差不多 可是呢 就是呢 人路数的比例上面啊 这方面啊 有一些区别 最后呢 就大家最最关心的是 用药的问题 这次呢 总统呢 用了这个几个药 一个呢 丹克隆抗体肌维9 瑞德系维 第三米松 新维生素D 法莫T钉 退黑素 这个后面 五种药 我就不说了 这个五种药呢 是非处方药来的 就是说在美国 你随时随地跑到任何一个药房 只要你给钱 你都可以买得到 它只要有货 你们都买得到 这个我就不说了 而且对这些药物的剂量 我在过去已经谈过 你们也可以看看 我过去的视频 待会我会给一个连接 你们要去看 你们去看 最主要的 我们就说 是个三个处方药来的 第一个药 是丹克隆抗体肌维9 这个药物 其实只是在临床的 二三期而已 并没有上市 这个次总统是特殊了 他们通过了一种叫 同情用药的方法 拿到了这个药 同情用药 这个药物 在美国只有十个人用了 到哪十个人 我们不知道 因为药厂 因为病人的保密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可是只有总统 我们知道是用了这个药 但是在临床测试 他们基本上 要有两千多个人 要用这个药 然后才能通过临床三期 所以刚过去 那个视频里面 我也做过 上次视频做过 你们如果有兴趣 这个药物的话 你们可以要求 用这个药物 或者和今天医生 因为一定要通过医生 和这个药厂去的联系 弄到这个药 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今天下午 又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那个总统 刚刚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说 由于这个药物 这个类型的药物 他觉得是非常有效 他会要求 他会要求CDC和FDA 加快这个药物的上市 批准的速度 同时他向美国大众保证 这像是免费的 那到底是不是一个政治术语 还是真的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了 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这个药物是真的有效 能够尽快的跑到市场上来 第二个瑞德系维 瑞德系维已经上市 不能说上市嘛 紧急使用已经很长时间了 上几天的FDA 也是扩大了 它紧急使用的范围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瑞德系维 瑞德系维现在药物都有 当然了 不可能每个人都用得到 可是都还是有住院病人 有需要的 我们基本上没有缺 基本上都可以用到瑞德系维 第三米松这个药 是这次我们讨论的最多的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 川普总统应该不需要用第三米松 为什么他用第三米松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第三米松这个药 从整体来说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药物来的 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价格上的问题 如果你们到了医院里面 医生可能不会给你第三米松 因为每个病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症状不一样 第三米松这个东西是一个双刃建来的 用的好治病 用的不好 可能会持病情恶化 这个需要每一个医生自己的 根据病人的情况做出一个考量 第三米松虽然是最便宜 反而我觉得会用的最少 好 那么大家基本上看到了 所有总统能得到的照顾和普通大众 我不能说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七十左右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在美国情况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 都不需要用任何这方面的治疗 也就是说不要得到清怪 这点我是再三强调的 再三强调的 我们不要去治病 最好是预防 怎么样预防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距离 好 谢谢大家 咱们 感谢观看